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祢在生活中所有的平顺 所有的快乐 所有的祝福 所有的欢喜的时刻 主啊 无论是高山低谷 我们谢谢祢 祢都与我们同行 我们更赞美祢 我们就求主祢 把我们放在祢的手中使用我们 让我们在这些的高山低谷中 能够见证祢的美好 主啊 在这世界上成为那个明灯 照亮世人能够看见祢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求祢今天来继续地对我们说话 我们为着十如行传这一卷书 向祢感恩 也谢谢祢带领我们 把整卷书尽数都读完 谢谢祢所有 祢对我们说的话和亮光 今天求祢继续地来 在接下来的最后的两天的读经中 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谢谢祢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 《使徒行传》最后一章 第28章 那我们呢 把28章分为两段 我们就快要把《使徒行传》读完了 这个第一节 我们今天读到第10节 我们既已获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玛尔他 当地人非常友善地接待我们 因为正在下雨 天气又冷 他们就生了火 欢迎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尸起一困柴 放在火中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的缘故 转了出来 缠住他的手 当地的人看见那毒蛇 悬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他从海里获救 天里仍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 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当地的人想 他快要肿起来 或是突然倒下死了 但等了好久 见他没有什么异样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明 离那地方不远处 有一些田产 是岛长不百留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了我们三日 当时不百留的父亲 握病不起 患了热病和瘤剂 保罗进去见他 为他祷告按手 治好了他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 也都来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面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又把我们所需用的东西 送到船上 好 亲爱的对兄姊妹们 那我们呢 在这里开始 真的是可以看到那种 宣教旅行的那种经历 是不是非常的 令人兴奋 这些保罗的经历呢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的 短宣 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感受到 品尝到一点点 那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出去的 这一趟旅程 虽然他在名义上呢 他是一个囚犯被押解去罗马 但事实上呢 他其实是被神拆派出去 到罗马去 可以说是他的第四次的 旅行宣教又在开始了 对不对 那你会看到在这种 被神拆派出去的路上呢 确实是充满了很多的未知数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危险的时刻 而且往往呢 那个转折 柳暗花明又遗春的 这种感觉不断的出现 所以我们在前面呢 读到说 他们在那个很危险的海难中 连获救的指望都没有了 必死无疑的状况呢 很奇妙的 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他们在海岛上 继续他们的冒险的旅程 所以他们来到之后才知道 那岛名叫玛尔他 他们完全根本分不清自己在哪里 东南西北 在地球的那个角落 已经完全的迷失了 这个岛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 应该是土人告诉他们说 这个岛叫做玛尔他岛 那这些的土人呢 非常非常的友善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这些的土人呢 流露出那种土族人特有的单纯热情 良善那种的性格 那他们呢 马上就帮助他们 因为想象他们才刚刚从海面上脱险 游泳肯定是震到整个人湿透了的 多么的狼狈可以想象 一整可能那个很长的时间泡在水里 然后出来的时候呢 那个天气是很冷的 而且在下着雨 他们应该是会来到一种要室温的状况 是会危险的 有时候我们的人体室温过渡的时候 是会休克会死掉 所以这些土人呢 马上对他们展开救援 帮助他们所谓生活 让他们能够首先要烘干身上的衣服 要取暖 然后在这边就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 保罗呢 拿起一捆柴 可能那只蛇是躲藏在那个柴里面的 然后保罗一捡起来 惊动了那个蛇 蛇呢就钻了出来 就藏在保罗的手中 所以我们在短圈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 跟我们自己的家乡非常不一样的大路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这种要适应 我们不熟悉的环境 我们知道以前的那些西方的宣教师来到我们亚洲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呢都丧命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水土不服 从那个西方很寒冷的国家来到我们热带的地方 热带的丛林里面是有很多的危险的 有各种各样的毒蛇 有各种各样的昆虫 各种各样的猛兽 各种各样的疾病 是危险的 所以这个呢 马上就发生了 保罗就遇上了一条毒蛇 这个应该是非常忌毒的蛇 那些土族人他们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看到这些忌妒的蛇 他们会远远的避开 因为这种蛇呢 应该一咬到人呢 马上很快就会倒地死掉 甚至你救都来不及救 所以这些土人一看到这个蛇 缠在保罗的手上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想到的是这个人死了 这个人必死无疑 然后这个时刻他们在那边讨论 说这个人呢一定是一个凶手 虽然他从海里获救呢 可是天理不容他活着 马上又让他被毒蛇咬 那这种的巧合 我们说巧合 才刚刚从一个危险 一个死亡中被解脱出来 马上又再被另外一个死亡的威胁来打击 这个这种的偶然是不常有的 所以因此这些土人呢 很快马上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明明中有一个力量 是一定要保罗死 那你从土人的这一关话中 你会发现呢 他们有着神放在我们人类的里面 良师里面 灵里面的一种本能 就是会分辨上跟恶 分辨是非的心 所以他们觉得说 这股的力量呢 要保罗死 可见呢 保罗应该是一个不该活的人 只有杀人凶手 只有行恶的人 非常罪大恶极的人才 天理也不容他活 要他一定死 所以他们马上就想到 保罗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那你这里也会看到 这帮土人 他们的良知是很健康的 他们的良知是神 跟神设计 人的良知是一致的 就是说恶人呢 是会遭到恶报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那差别只是他们不认识 这一股的力量 这边说的天理 天理 他们只感觉到 冥冥中有一位主宰 可是他们不认识是谁 他们不知道 他们没有听到福音 他们没有接触到 神赐给我们人类的 这个律法书 所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真神 那我们看到呢 当他们定睛 看着等着保罗倒地死掉的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 保罗却没事 于是他们转念 就觉得说 他并没有死 那如果他并没有死的话呢 能够两次大难不死 这个一定是不得了的人 大大的好人 甚至这边说 他们觉得保罗是神明 他自己一定是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 大家看到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时候是会发生一些难测的意外 像保罗怎么这样子倒霉呢 才从海上起来 怎么就遇上那只蛇 为什么神要让他遇到那只蛇呢 你会看到 每一个事情都有神的美意 所以透过这只蛇呢 让这些土人呢 在保罗的身上看到了神迹 他们被这般的土人热情招待过后呢 又被这个岛上的岛长不百留 把他们接待了 接去他的家 接待了他们三天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保罗他们这一群人 会让这个岛长这样子的来热情的招待 应该也跟这个土人亲眼看到 保罗遇到毒蛇竟然不死 而感觉他是一个神人 有关系 他因此而尊敬保罗 因此而接纳他们整班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刚好不百留的父亲 得了热病和痢疾 这些的病呢 在今天的医学来说 当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可是在这个土族人的地方 我相信呢 这个病是相当凶险的 不一定能够医好 有可能会死的 所以保罗去为他按手祷告治好了他 从此呢 这个事情就传开了 保罗是神能够医治人的 这个传言就更加的火起来 于是呢 岛上所有的病人来都得了医治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是不是一个福音的门大开呢 那虽然他是以一个迷信的想法开始 就是他们把保罗当成是神 但是这个病并不重要 因为传道人永远可以慢慢地去教导 这些不明白真理的人 慢慢地教导他们真理 然后他们就会认识真神 重要的是如何去吸引他们 如何去让他们来愿意听保罗的话 那你看到在这里呢 保罗根本不需要去讲一大堆的真理 讲道完全没有他不像之前 在那个贴撒罗尼迦 在那个与佛所在面对那些王 要讲到这么长这么长的讲道 保罗没讲什么话 他就是用神迹 所以其实来吸引这班的土族人 所以我们看到对着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传福音 一般上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的是土族人 土族教会那些比较不是很理性的 重视理性的很发展的这些的社会里面的人的时候呢 他们真的是关注的是他们生活中的这些需要 他们面对的生死的问题 这些需要让他们看到大能的神 能够保护他们的神 他们要这个 所以神迹启示就非常的重要 这些人呢 当他们经历到神的大能的时候 你再清楚地告诉他 这个能力 这位大能的神是谁 他们几乎完全地就会接受了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门大开在这个岛上 应该这些所有的医治的土族人 他们肯定就因此而认识了神 会信了耶稣 然后我们会看到保罗他们得到相当大的尊重 这些土人在之前已经是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了 如今呢 他们得了保罗 从保罗来的这么大的祝福 他们的许多很棘手的疾病 他们很苦恼的那些的病痛呢 都蒙保罗祷告的一致 所以他们即使可能明白了真理 不再把保罗当成神了 但是他们也会把保罗当成是神的仆人 神的使者是他们的帮助 所以他们非常的尊重 多方面的尊重 这个表示什么呢 把保罗他们照顾得很周到 所有保罗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都给保罗预备 甚至是当他们要再次的取航 往那个意大利去的时候呢 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送到船上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刻呢 他们已经是一无所有 保罗他们那一艘船算是存了 所有的食物啊 各种各样需要的东西 航行继续需要的东西都没有了 那这个时刻呢 土人就为他们预备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神差派我们去宣教的路上 就是如此的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惊险危险试探挑战 困难肯定都是有的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的困难 这些的是危险呢 往往呢 却是成为神施展他大能的一个机会 只要我们愿意去面对 那可以想象 如果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人 全部把有病的人抬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愿意信靠神 我们不愿意操练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愿意站出来去为他们祷告的话呢 神就没有办法 透过我们来施展祂的一致的大能 所以我们只要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愿意操练信心 信靠神 不把困难当成是困难 而是当成是掌显神的机会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神得到极大的荣耀 然后人呢 也会蒙极大的祝福 可以说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呢 神就会透过这些人来预备来祝福我们 好 所以呢 保罗的这个宣教之旅 是不是非常的精彩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不用说要去到哪里宣教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充满了上帝这样子的奇妙的作为和荣耀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今天我们求主你把你的神迹歧视 这个主天的信心 放在我们弟兄姊妹们的里面 神啊 你来兴起我们 主啊 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 传承这个主天的信心 你的神迹歧视不断地施行出来 主啊 我们把自己献上 我们也为这所有 主啊 愿意回应你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天父你属天的信心充满我们 主啊 不让我们灰心伤胆 不让我们退后退窃 主啊 乃是让我们成为你的勇敢的精兵 充满兴奋地来面对生活里面的 每一个困难 每一个危险 我们都能够依靠你度过 甚至神所有来到我们的面前 来寻求你的帮助 有需要的人 主啊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桥梁 我们透过属天的信心 我们祷告 主你就垂听 神迹歧视就发生在所有 来寻求你的外邦人的身上 我们谢谢你 我们求你这样的祝福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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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